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鸡哥的恐怖故事时间 小坤今年26岁了 是一个上班一族 有一天晚上 他去鸡厅寻欢作乐 这一玩就是几个小时 等到准备回去的时候 已经是凌晨两点了 这时他喝得微微醺醺 但还是开着车出发了 而他的家在郊区 就需要开挺久才能回去 当小坤正享受午夜的宁静驾驶时 突然注意到 路边的一位男子正在伸手拦车 小坤接下来问他怎么了 男子说自己下班太晚 错过了回家的车 他家就在前面没多远 想搭一波便车回去 微醺的小坤没有细想 就让他上了车 在车上 小坤和男子聊得很开心 小坤也向男子 坦入了自己的家庭住址 男子开心地说 我有机会的话 一定去你家拜访一下 小坤也豪爽地答应你 说 你来我家 我一定好好地招待你 过了一会儿 男子到达了目的地 于是他就下了车 小坤继续开车前往家里 只不过半路上 前面轮胎不知为什么突然没气了 于是他只能借宿于半路的汽车旅馆 第二天 小坤开车回到了家里 这时他注意到 隔壁邻居家门口没了许多人 还有警车停在门口 于是他问其他邻居发生了什么事情 其他邻居说 昨天晚上 一只老王被杀了 而小坤又从警察的口中得知 嫌疑犯的外貌 和自己昨天晚上在的那个人 几乎一模一样 这时小坤的背后冒起了冷汗 于是向警方叙述了自己的遭遇 警方在小坤的屋外 布空了两个星期 结果一无所获 今天好累啊 终于下班了 来吧 我去洗个澡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不要救驾